引爆马王政争的前检查中长黄世民泄密案 高等法院今天二审宣判 原方认为黄世民向总统马英九和前行政院长江仪化 泄露特征组还没有侦查终结的办案内容 已经违反了通讯保障还有监察法 同时呢触犯了泄密罪 判黄世民一年三个月徒刑 但是可以一颗罚金 因此黄世民可以不用坐牢 每个月大约是17万6千元的退休金 也不必被追回全案定演 前检查中长黄世民因为违法监听 以及泄密一审被台北地医院判刑一年两个月 二审高院判决定验 黄世民违反通保法等三罪 合并执行一年三个月 但是可以一颗罚金 等于是说只要拿出不到50万 黄世民根本不用坐牢 让柯建民的律师很不满 我们至少最佳的三罪 那他这样子显然是实质不当 应该要检查官应该会上上诉才对 至于合并行息增加的原因 只是因为黄世民指示特征组 要求增列通联记录 高院认定黄世民是接续犯 从一省的五个月改成六个月 但即便合并行息多增加一个月 司改会也不满高院判决 12号高院宣判不止黄世民没到场 甚至连律师也没来 而全需部表示 除非判刑最重到丧失国籍 否则黄世民的退休金 不会消失领过的退休金也不会被追回 所以黄世民虽然成为史上第一位 被判刑定验的检查总长 但依然能一个月爽拿17万6千元的退休金 UDN TV网站里有长话台报导